好啦來聊我們趴散 趴散的話我昨天都沒有休息喔 可是我不確定你能不能同一天上傳的youtube啦 可是我是同時間錄的 OK同時間錄的 那我們來展示一下車型態的一個部分 調低 把鏡頭稍微拉近一點 OK這樣就沒問題了 車型態的話呢 我是覺得這台車非常的有 我們個人還蠻喜歡這個造型吧 好還挺挺挺特別的 不是很挺特別是台灣這邊看不到 那我是覺得這個就是 感覺上再看上去會覺得很大的台 就是一台很厚實的基輔車 不是不是基輔車 這個 秀旅車可是 欸好像也是基輔車吧 欸到底是什麼車 好啦反正可是其實本身空洞很多頭腳很多 所以他其實不重 OK那也很小台 可是看上去可能會覺得很沉重 然後很大台這樣 其實不是喔 好啦那就是 鏡頭裡面看的話可能會覺得 欸他感覺好像還蠻大台的 其實不會喔 跟我手掌比起來就是這樣 我手掌我雖然算大 可是 真的這台玩具還是真的很小 好 OK那就是就是這樣 我們看一下車底底部是這樣 先從底部開始看 那輪胎的話 胎紋很漂亮 輪框就是一般那種卡車 然後你會看到那種輪框的造型 沒有任何手掌 輪框就非常的順暢 這就是官圖片 不是官圖啦 前面這個圖片片 因為它是有修圖過來 下面這邊日文 應該是有講 然後這個地方 就是修成那種 雲漆非常漂亮 就像那個 現實生活中那種卡車的輪框一樣 OK好 那就是這樣 這邊歐羅巴斯的標誌的話呢 我是有對齊的喔 不是隨便亂貼 我是這也要線對過來 剛好是歐羅巴斯的標誌 另外這邊一樣是線對過來 對這邊這個線對過來 歐羅巴斯的標誌 這邊有點貼完 所以沒辦法補就好了 因為私下還怕它會 折到或怎樣 那它是有一個 有沒有看到 博派的眼 博派標誌的眼睛亮起來了 然後這樣就按下來了 好啦 就是有一個反光啊 還蠻不錯 還蠻好看的 歐羅巴斯的一個標誌 那因為它本身是紅色 所以怕貼上去會看不到 但這應該還是不會看不到 因為這是深紅色 這個是淺 有點淺 偏淺的紅色 所以 可是因為它紅色 所以它還是給它 都是紅色 所以還是給它 標上 還是給它一個 銀色的外框 但我相信如果 這個是黑色 它應該還是 不管什麼顏色 如果不是紅色 應該還是會給它 有一個銀色的外框吧 好 車窗的話呢 這邊的話都是藍色 從裡面很好看 那不會太淺 可是這邊跟前面 可以看到一點 很機械的一個 部位喔 那它這個是本身 這個是 就是讓你看到機械的部位 因為什麼說 因為它這個 它就是一個 它就是一個 透明件上給它 刻畫上去的一個 機械的部位喔 然後這邊的話 就是一個 金屬藍的一個貼紙喔 這個色差滿大的 有點小奇怪 那這邊的話 車頭的話 車頭燈這個地方是 都是貼紙 這一塊的話 它這裡面撕開的話 是三個 三個 燈 OK 所以你可能要自行做一個取捨 就是你如果希望它是這樣 那就貼上去吧 那如果你不希望是這樣 你希望它是三個燈 然後是銀色的話 那你可能就自己塗裝吧 塗三個 這樣 應該說六個 就是有六個 車頭燈要去做一個 塗裝 如果你希望的話 可以做一個這樣的選擇喔 可是 這個我是就是 因為它有附貼紙 所以乾脆就讓它貼上去吧 那它是 圖片上的造影師 這個 但是這個燈的話 是有修圖 我這個是現實生活中 比較接近於現實生活中 那種燈的一個造型吧 還有我們的魯夫先生 真的實在是不太給面子 好 那就是這樣吧 然後 這裡的話 我是不太行 因為它這個地方 有點扣不太緊 這邊 我手上這款控不太緊 有點難扣 就是不太能控去 然後不曉得各位 是手上的這款 這款模具有沒有這樣 那個問題 那我手上這款是有 這樣的一個毛病 所以跟各位做個 呃 呃 宣導嗎 好啦 就是 跟各位提一下這樣 然後 這個地方要講一下 就是它這個塗裝 雖然有塗影其實很有誠意 可是 啊這個地方 這裡喔 因為我手太粗了 就是 這個地方 這裡 這一片 其實不用塗 這邊應該要修掉 因為 就懶得修吧 就整片給它弄上去了 這邊應該不能塗 要嘛 你就不塗 可是不塗會紅色有點奇怪 應該就 就應該要把這塊割掉 裡面這一塊 可是它就直接很懶 就 這裡面這塊應該是要空過去的 這個不是後照鏡的一部分 只有這三個就後照鏡了 所以就是就是這樣 它直接圖成這樣 比較令人無言這樣 OK 這邊有個洞 這個 啊格格不入 OK 好這邊的話 其實現在部位是有暴露出來的 這個膝蓋的部分 好 那後面這個 兩個禿 不知道要幹嘛用 還是說它可以 這邊 它可以這樣 好像它可以這樣 OK 還是算了吧 它是有一個 洞 可以扣上去的 另外一邊這個手是禿 這邊是洞 OK 各樣 後面這個地方的話 是貼紙 雖然說有貼紙很好 可是 它是窗戶吧 可是它這個地方 它是沒有貼滿的 可是它這邊 下面上面都有 空出來 沒有貼滿 沒有貼滿 真的沒有貼滿 所以 所以看看各位 要不要自行上棋吧 這個地方就比較無言了 你可以找個比較接近 這個顏色的棋 去上這邊 還有這邊 OK 就是沒有貼滿 真的不曉得為什麼 所以成這樣 OK 沒辦法 然後後面備胎的話 呢 對焦一下 OK 後面備胎部分就是跟 實際上這個輪胎是 差不多 這邊有個洞 就可以按插武器 這個地方沒有 因為輪胎不能按插武器 其實這樣按它上去的話 它在動的時候 那個武器就會 影響到它的一個 滾動性 前面這個地方的話 它是一個 Bomber的地方是一個 鐵灰色塗裝 非常漂亮 這邊的話是銀色的塗裝 也很漂亮 應該是散熱孔出粉吧 那 這個 還是要講一下 這跟官圖實在是差太多了 這個 這個是有點金屬光澤 就很像車子板機的那種 塗裝的這個是完全的一個 膠感很重 好啦 那就是這樣 這邊這個 洞 有點像檸檬的這個洞 土圓形的這個洞 也是可以按插啦 不太喜歡就對了 OK 好啦 那大概就是這樣吧 車型態的話 蠻 蠻多缺點的吧 可是 我個人覺得還不錯 還不錯看那台車吧 你可能稍微閉一下 閃避一下 躲避一下 的一個缺點 那還可以吧 這邊這個洞 我不太喜歡 可是 就是 也沒辦法做一個遮蔽囉 兩面都有洞 上面也有洞 後面也有洞 後面這個還好啦 這個 凸這兩個比較奇怪 這樣看還好 可是側面看就 凸兩塊的怪 好啦 雖然能看的角度可能就正面吧 可是正面這邊也有凸一個 好啦 幾乎 就你 你可能自行 自行的 不要特別去看 不要特別去 關注這個 這些有的沒有洞 凸 塗跟洞 可能會覺得還蠻好看的 我覺得這個車本 那個造型還蠻好看 可惜沒有出美版 如果出美版的話 我一定會 買美版 因為這個洞實在太多了 OK 那上面這邊有塗出來 比較可惜這樣 那 洞太多其實 每個位置都不適合它插 所以 對啊 這設計要幹嘛用 OK 好啦 那我們還是給它插上去 那插上去應該會擋住駕駛 駕駛者的這個視線吧 而且這樣 電 這個駒片如果一轉 這邊玻璃應該會被割碎吧 好 OK 反正就是開這台車的人要小心一點 好 那今天的節目呢 終於要有帕斯安終於結束了 好 那我們今天的 節目就今天要我們結束 那下來觀賞 我們下集再見囉 拜拜